因新冠病疫情 台中市政府对公共运输 是全面展开防疫措施 除了加强i-Bag跟相关设备的消毒作业 公车驾驶也是需要 量体温戴口罩 而至于在计程车部分 交通局是在文新跟崇德托调厂 进行免费消毒作业 而目前夜间有1300台以上的车辆 都完成了消毒 来落实各项防疫工作 交通局长针对公共运输防疫进行简报 包含全国首创 在市区两大托调厂为计程车免费消毒 目前已经有1300辆以上完成作业 请市民安心 这个落实消毒防疫的作为 所以那时候我们开始2月17号 也在文新托调厂 崇德托调厂开始进行免费计程车消毒 那这时间长达了四周 那我们协助1300余辆的这些计人车完成消毒 那也去宣导所有这些车行 车队合作社落实相关的这些消毒作为 那我们2月19号 我们也主动提供相关这些消毒液 建车驾驶可以做自主性的车内外的消毒之用 那目前已经超过1600余位的驾驶来领取 考量市民需要搭乘大众运输通勤 除了公车驾驶要量体温检测 市长卢秀燕也提醒民众最好要佩戴口罩 全国每一个城市都没有办法强制的要求乘客 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时候 必须要佩戴口罩 所以在昨天的联席会议当中 我已经有向中央提出建议 希望口罩的生产 能够再加快加速加大 那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防疫工作呢 更加的确保跟落实 至于iBike部分 市府也要求业者要全面消毒手把坐垫和相关设备 让民众安心骑程 多管其下 别让公共运输成为防疫破口 记者张卫林台中采访报导